一根发丝粗细的玻璃丝 可供135亿人同时通话 1970年 大洋彼岸的美国 研制出第一根通信玻璃丝 直到两年后 赵紫森院士 才从省图书馆的外国杂志里 获得些许信息 他决心 一定要研制出中国人 自己的光鲜 用玻璃丝搞通信 可能会引起一场 通信技术的革命 我就提出来 要立个项目做光通信 最大多数都是不相信 拿不到钱 立项有困难 我没人支持 我在这厕所边上一个洗手间 在这洗手间里面 想办法做 做出大概十几米的样子 那么进行的 在院里面表演了一下 能够打 1978年改革开放了 因为流电工业是大型展览会 要下面的机构 拿一些东西来展览 在北京展览馆 那么拿去 我们就做了十几米的布里斯 他在北京的路沿 引起了时任副总理 古牧的极大兴趣 获得国家支持 国家提出了 改革开放之后要引进 那么流电部提出来 光鲜通信也要引进 因为你做这个光鲜 不是做几米 要开个光鲜厂 光鲜厂开了之后 才能数量多少公里 我们全中国都要布 光鲜厂开了之后 还要做光鲜厂 要做成光鲜 另外我们的制造光鲜的设备 都是破破烂烂的设备 一两年就有辐射性 就不能保证辐射掉了 就不能保证进度 要一两年就要换一套设备 所以引进是有好处的 那么但是它的技术 不一定比我们高零 美国有个灰国 中国应该有个光骨 跟世界比中国 光鲜制造 转令国际市场二分之一 光的通信机 转令市场的三分之一 光的器件 转令市场 全世界的市场是五分之一 这个在世界上都已经排在第一了 所以年轻人要有志气 要有能力 要学习 要学习才有能力 创新 是吧 要敢于创新 谢谢大家